自己学了这一行 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非常非常多的人 就此负伤嘛 我叫任战国 来自于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来这里到闯伤骨科进行员间工作 因为这是一项国策 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来这边能够带给大家 给大家技术上的改变 所以就来了 更多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吧 因为有过一次原疆经历 第二次原疆的时候再来 觉得这里一切都很熟悉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坤域 是在兵团试词试 然后呢 一个是完成团医院的工作 第二呢 就是我还负责了诗医院的筹备工作 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大西北吧 那个时候感觉来了以后 几乎都是漫天的黄沙 占大部分天气 然后等我这次来呢 试医院基本上已经完全可以运行了 感到确实这五年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看到了希望 我这次来的是洛布县人民医院 这里呢 就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医疗条件 而且这里的医生呢 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再加上我们原疆的医疗队 基本上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百姓 就地就医的这种需求 这个医院呢 大家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 在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一个是人员少 第二呢 就是手术量大 就是大家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没有任何人有愿意 大家都在一如既往的去 按部就班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甚至放弃自己的休息 一夜里可能做了半夜 或者一夜的手术 可能第二天还要参与临床工作 把自己的工作做完才能走 非常辛苦 忙不忙啊 还行 今天领导关心 不能关心 家里都挺好的呀 好好工作 注意安全啊 想家吧 会想 调整呢 就是多多工作呗 多工作 看书 而且因为我的妻子也是医生 应该她是比较理解 孩子呢 因为从小就对我们这个职业 因为从小就能看我们非常忙碌 很少能有时间去陪伴他们 所以对我的选择应该是非常非常支持 只是告诉我们自己注意身体就行了 原来真的没想过 而且没想到自己能够两次来新疆 这是没想 没从来没想过的事 但是 其实有这个机会也挺好 来的过程中呢 教会了大家一些东西 其实自己也有 真的也有提高 不光是技术这方面的 还有自己从思想上 也有 原来不是很理解 原浆啊 原葬啊 不是非常理解 自己来过了才理解 理解什么叫原浆 什么叫原葬 所以第二次来呢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次经验 第二次原浆 希望自己会做得更好 不管是第一次原浆 还是第二次原浆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大家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 还在奋发的工作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不单是我教给的 他们技术水平上的东西 他们同样让我学到了东西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 去坚持你自己的工作 更好的为百姓服务 我们除了上学工作以后 我觉得你很少能有 这么长的时间 去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 你工作了 你可能顶多去某个城市旅游 观光 你用一年的时间 在一个城市待 我觉得能算得 这城市是你的第二故乡 甚至我第二次来 已经单了第二年 所以可能更有一些亲戚 如果退休了 不用上班了 可以自己开车 来大新疆看看 而且 其实我了解的新疆 真的很大 在一个景色也很美 南疆的戈壁 沙漠 雪山 都值得去看一看 北疆的大草原 湖 非常值得去看一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